上升或者太陽,摩蠶座,又叫山羊座的朋友 伴隨著巨蟹座的新月,農曆六月你們的自身整體運輸會如何呢? 記不記得有一期,最近有一期,如果沒有記錯,是上上期,即是農曆四月 那時候是金牛座新月那一期,好像是那一期 那我就說過你們,如果我的印象沒有錯,就是你們了,摩蠶座 就說,上班的時候有機會會有桃花,那當然,因此摩蠶座的伴侶 那個正印伴侶就要小心一點,記不記得有一期有這樣的訊息 我相信是你們的摩蠶座,我想說,這個訊息來到農曆六月,她有回運 伴隨著今次的巨蟹座新月 而今次的能量,只會比上次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如果閣下聽的是摩蠶座的正印伴侶 如果你們這麼好心,幫你們的摩蠶伴侶去聽聲韻的話 那你們要小心一點,因為他們真是很容易會出軌 而且這個出軌,防不升防,就算你擋都擋不到,為什麼? 因為她要上班,那你上班自然就會變成同事 你不是說,她不是說要上班,跟誰約去哪裡玩 或者去哪裡偷偷地休會 放了班之後那些時間,你都還可以盯緊你的伴侶 但是她真的上班明正言上要上班 然後如果在職場的地方,搞在一起 那這件事你猜不到 除非我當你這麼大膽,你直接橙上去她公司 在這裡做一場戴龍鳳 那所以這件事我真的替你們好憂心 那如果不是說工作職場的話,還可以說哪裡呢? 不過,其實說真的,我相信聽得我聲韻的觀眾朋友 都是成人,成人自然就已經在上班 那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說的這個概念 就是,你去上班的時候會搞搞震 好了,但是如果真的不是的話 都還有兩個可能性的 第一,就是說她會不會上學 她現在有沒有讀書再進修那些東西 又或者,如果我當真的有觀眾朋友是小朋友 都不要說你們是小朋友 但是還是在一個讀書求學的時代 那她就會在那個學習的場所那裡 就認識其他人 OK? 然後這樣東西是會威脅到你精印的那個地位 OK? 那這個是其中第一個可能性 她去上學讀書的地方 那第二個呢 就是呢 但是其實都是一個防不勝防的 就是說呢 住你們家附近的人 對 那我不知道啊 會不會真的這麼巧是大廈鄰居呢 哎呀 天天天早上搭電梯都見到 然後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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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就是要好慢慢走去垃圾房 丟垃圾 對啦 就是你看看你那個魔戒伴侶會不會 經常很恩勤走去丟垃圾 那 如果是的話 你儘管看看 垃圾房會發生什麼事 哇 就是這裏整件事 現在是不是說到好像 好有劇情這樣 OK? 但是這些 不同的地方呢 都是 魔戒的精印伴侶們要小心的 OK? 那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這裏好像是 跟魔戒的伴侶說 instead of 跟魔戒說 OK 但是 anyways 我覺得 就是誰的利益會最大受搭 其實是魔戒的精印伴侶 那我儘管 當你們是我主要的觀眾 OK 但是如果魔戒本身的朋友 就不要介意 OK 啊 我想說什麼呢 言歸正傳 就是說 其實 這個世界正所謂 勿必先富 而後重生 是不是 如果你們的關係好 完全什麼事都沒有的話 其實 你的魔戒伴侶 他又不會無緣無故 走去 搞搞陣 OK? 還有我想說 我們一般都說 魔戒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性作 OK? 他對 duty commitment 是看得非常之重的 所以就算 就算我當你們沒有結婚 沒有一字分書 但是如果你們真的正式在一個關係裡面 那通常來說 OK 通常來說 其實魔戒會把你們這個關係 是看得很認真的 他會很嚴重去看待 反而是說真的 你出了鬼 其實你的魔戒伴侶都沒有出鬼 OK? 當然這個世界有exception 你們不要去留言說 哎呀不是呀 我的魔戒伴侶 他經常去 就是出去捏花東西 還有你怎知道 他的盤還有沒有其他因素 還有沒有其他 就是很有名的 搞搞陣的星座因素 對不對? OK? 但是我講一個 最理論上 我當如果整個盤都是魔戒 的話 其實他真的九成九都不會出鬼 OK? 其實想帶出那個訊息 就是你們那個關係 本身應該出了問題 那原來是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是正所謂防不升防 不可防之下 你們唯一可以去防的一個地方 你唯一可以 就是靠著這個地區去做好 OK? 當然也是我剛剛教你那些tips 你可以去檢查它 你可以檢查一下它 你真的可以慢慢走去垃圾房 檢查它 有沒有特意扔垃圾優惠 或者你可以撐傷它公司 但是我當這些東西其實是 可能性很低 我現在教你一個更加 不容易的辦法 先修補自己的關係 在哪方面 原來在第一 你們的親密生活 就是性行為方面 有一點點不滿足不夾 OK? 那這樣東西其實是要搞搞它的 是的 那 明白了 大家聖年人 或者未聖年人 OK? 我相信現在的小朋友都很熟悉 但是我真的絕對不是鼓吹這些行為 尤其是那些衰十一 那些犯法 就是湯渣華最喜歡的那些 OK? 我不是鼓吹這些 OK? OK? 嗯 錢的問題 你們之間 你們之間 用錢的那個態度 理財的習慣 存錢 怎樣花錢 OK? 或者有沒有人很懶 直接不去賺錢 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是一個 令你們關係 決裂的一個因素 OK? 我當 如果 用一個 我們經常說 他很慣常 的一個 性格特質 很勤力的 很多事情都是默默做 OK? 那會不會是 你經常在那裡 默默賺錢 不理你 然後經常跟他吵 OK? 又或者會不會你很懶 你大吃懶 在那裡大花一桶 你花了他的錢 這些東西他就不喜歡你 明白嗎? 所以 再說一次 物必先賦而後重生 有時做人做事 先反求諸 看看是否自己 那裡出了問題 OK? 我不是說要 blame the victim 但是根據 升障 原來我看到 本身的關係 都真的容易因為這些因素 而產生決裂 你先去檢視這些地方 然後就盡做 OK? 這個是摩傑今個農曆六月的最大的課題 在一個尤其是感情關係上面 一種這麼親密的關係上面 他缺乏了一個commitment OK? 然後如果要引申的話 同時你們這個時段 我現在又說回摩傑你們本人 OK? 終於跟你們的伴侶說完說話 現在跟你們說回 那在這個時段 會很容易轉工 或者甚至是轉行 或者就算我當 剛剛有份新工 但是未過probation 已經是想去轉 OK? 因為你對無論是親密關係 還是生活上面很多的東西 你欠缺了commitment 你想要得到快感 你想要得到一些很快的成就 你追求一個很快的成果 但是你不想慢慢灌溉 去等棵樹長大 這個也是你們性格上 有一個一反常態 因為我們經常說摩傑其實是很等得很印得的 OK? 那摩傑的朋友你們需要注意一下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也是跟星象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給大家發掘 啦